愛 不知道你在想做什麼 愛你在心頭難開 喔喔耶耶 日日夜把你擺擺 到了你我只會笑 千言萬語多難開 你可知道我在愛你 怎麼對我不在 請你親切告訴我 不要叫我多一彩 真的我覺得 對非ufued非常熱太 愛你喜歡不 Oooh 愛你很熱太 I can't say it 你可知道我大爱你 怎么对我回来 请你轻轻告诉我 不要叫我多理财 爱你在心头难开 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爱你在心头难开 我爱你在心头难开 我爱你在心头难开 我爱在心头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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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昨天下午我们家里边安了 他们警察安了这么厚的防闸门 结果晚上关上了 我凌晨四五点钟才睡觉 结果外面敲门也敲不开 我里边电话也掐了 所以说北京找我 我也是一直就没听见 很抱歉 然后呢我这一醒来看 推友们的这个信息啊 关心啊 问候啊 这太多了 特别是这个大连开庭之后啊 这个更多了 这就 所以说我必须要讲几句了 这个 我就是给大家报平安啊 今天不是爆料 想听爆料的 赶快回去睡觉啊 今天不爆料 就是爆平安 就是给所有的推友们的回复 关心啊 担心啊 这个回复 你看我这眼袋子这么大 从这里边看 实际上没那么大呀 这个 所以呢 赶快给大家这个这个报个平安 因为我没办法一一的回了 那么多 特别特别的感谢啊 首先 向大家说文贵很好 很平安 这两天呢 因为 开心啊 这个这两天 这个 看到开庭了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有助理 这两位助理都在 我跟这两位助理啊 老爱开玩笑 我就是说把他扔楼底下去啊 我说这个 你们这个太不温柔了 这个 学会照顾人啊 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 开玩笑 哎二位助理啊 二位助理啊 都关心你俩呢 我可没欺负你俩 你俩哪天 可得站上说几句啊 谢谢 我们很好 谢谢 真的假的 哪天让我自己跟你们说过啊 我让助理搞一期节目 哪天我让助理搞一期节目 就是助理说文贵 挺好的啊 大家愿不愿意啊 哈哈哈 好 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真的我希望哪天让助理叫文贵 会很有意思的 今天看到后面这个像啊 这个是 上次挂在后面是挂那边墙上 结果有一位我们的风水大师说后面这个不好 然后改 然后就买了那个话 买那个话呢 后边有个鸵鸟屁股对着我脑袋 鸵鸟的钉啊 不是陆康的钉啊 是鸵鸟的钉 实际上大家很多问 为什么你用个鸵鸟的钉对着你的脑袋呀 实际上我一直没回答 今天 我可以回答回答啊 鸵鸟 就是外国人把我们中华民族呢 这个形容成一个动物 也有人说我们是香蕉人 也有人说我们是什么这个 华人在美国处长的孩子 还有人就说我们华人啊 鸵鸟 就是把头扎在里边 以为天下什么都不发生了 可是我跟你说实话 中华民族的这个鸵鸟 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强大的 我们往回看战国啊 战国时期 这个我们这个大秦朝的时候 我们的男人女人都极为优秀啊 我不是种族主义者 但是事实 后来经历大清朝 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 我们中国的男人呢 基本上都是鸵鸟的 鸵鸟精神 在我们民族发挥了光大 所以呢这个鸵鸟 是我绝对反对的 鸵鸟心态 鸵鸟心态鸵鸟行为 正好我后屁就对着一个鸵鸟的定 这个作家的鸵鸟进城的意思就是 连鸵鸟都要被现在的时代和信息时代 和现在的这个激情 和现在的民主自由法治所感悟了 他不把头专谍 羊着头进了城了 羊着头 羊着头啊 进城了 然后进城以后 他们在争取他们想要 进了办公室 还有电脑 还有这个 Kawaii的这个美女 这个这是非常现代的精神 这也是美国主义吧 号称也是纽约精神 这个纽约叫大苹果嘛 这叫大苹果精神 所以说这位作家的话呢 我有了很多 我觉得特别好 咱们历史上那些话有些看不懂 太深奥了 太深奥了 这个呢我觉得比较好 所以说绝不能当鸵鸟 绝不能让鸵鸟心态害了我们 绝对不要为了吃饱睡好 娶个媳妇 或嫁个老公 什么都不要了 这这这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这就是我反对的 所以说我每天提醒我 我的背后鸵鸟都进了城了 都享受现在的文明了 而且鸵鸟还恋爱了 你看看这这事很大啊 我们当然要追求我们 这个所要的生活了 这是必须的 那么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上次有的那个 也有推友建议 把那个毛主席的诗词 给放上面去了 因为毛主席的诗词 不一定都是他所有啊 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他也很多是抄的啊 那么我放旁边了 很多人说太不好了 所以说赶快拿掉 大家看到了 把他给切掉了 重新表放在这儿 所以今天我要展示给朋友们 另外一个就刚才 哎呦好 这个五毛又上来了 五毛啊 这个又说这个 海航起诉了太好了 潘石屹先生也起诉了 胡舒立女士也起诉了太好了 这个这两天 推友们关心最多的事情啊 就是说这个开庭 问我怎么看 我说实话 我在推特上已经讲了 我不想这个 就现在对这个开庭的事情 开庭的事情 做过多的评论 大家都以为呢 那个开庭 是一个都认为是 依法治国的一个进步吧 我现在是还是这么认为的 非常好 准备的很充分 程序啊各方面都在尽可能的走全了 而且呢 这个走着法律程序 但是呢大家的感觉是啊 这个是依法治国 不是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啊 这个我的企业 我的企业和我关联的企业 是涉及到这个案件之中 这个而且呢 他们叫我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 我就不想说那么多 而且呢 现在案件正在省理中 还轮不到我说话的时候呢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这个无论是马建副部长的那个视频 还是刚刚同一天公布的这个 这个 孟徽星的案子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骗贷案啊 这个骗贷汇案啊 这个到现在为止 具体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从来没说过 为什么没说 我让法律 国家机器说完 都说完 我再说 我准备好了 因为法律 把这个天花板做完以后 这个房子已经盖起来了 这个事情的房子 左边右边前边后边 也就是前因后果 事实发生 然后 把天花板给你定下来 你处了哪一条 什么原因 这个时候 那就轮到我文贵说话了 我文贵啊说的时候呢 那就是以事实嘛 以事实 为根据 然后以法律准成是法院的事 我就以事实为根据嘛 就说呗 到那时候 这个我才是我开开开开嘴 开讲的时候 我相信会这个真正的 会让大家看到不同的一个 事情吧 不管如何 我说实在我特别的希望咱每个真正的崔友们 都希望国家好崔友们 这个事件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最好的榜样 就像我说的那位新领导 我特别赞成他的计划 把这件事情变成正能量 对国家有帮助 我非常赞成这计划 因为 不管你想干什么的人 你非要 尸横遍野啊 死一帮人你才满意吗 不需要这样 把事情变成正能量 有啥不好的呢 非常好 我愿意为此做出一切我能的 我可能的努力 这是很关键的 那么就这个开庭啊 后来大家看到 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两千多人 我们全家在看 当我上去 我发了转推以后 不到二十多分钟吧 将近三十分钟 就到达了 就观察量就到了十几万 后来大家看到了四十几万 那么 大概也就是几百个转发 就四十几万的观察量 不但如此 后来是所有的企业 全变成五毛七毛的专帖了 这方面 我说实在话 执政者完全没有自信 我们的推友们也没有说你什么话呀 只是 说一些正常的话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就全部给删了 最后是一片五毛天下 七毛天下 这个让人不是很舒服 但是这个呢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的政府有一天 真的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 不是那么愚蠢了 可以打开这个网络了 大家很多人没有探讨过 为什么北朝鲜和中国搞这个网络长城 网络墙 很简单 它基于两点 第一个是 执政者的恐惧 不想知道真相 我告诉大家了 事实上是盗国贼们的恐惧 它告诉了这个 到处宣传 他的恐惧就是国家的威胁 国家的恐惧 就把人们反腐败 反盗国贼的力量 变成了反国家 反政府 这是中国其中之一 北朝鲜也是这样子 也有些人 这个这个 北朝鲜有些家族啊 就说这是反国家的 反民族的 人家只反你不反国家 人家不反北朝鲜 中国呢也是这样 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 非常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所有的外国领导人私下谈话的时候 说你中国为什么有防火箱 你为什么搞网络控制 人家咱们的领导人 我就经历过几次 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你不了解 我们中国人啊素质太差 GDP才六千多块钱 你美国都四万六了 中国的老百姓啊 只会闹事 不懂民主 网上只会造谣 不会有积极的 而且这是民主竞争中必须的 如果中国GDP达到一万三的时候 那就不需要网络控制了啊 那个到那时候这个中间阶层 来白领阶层 就成为了中国的主动力 就不是农民和这些反民 访民啊 这些反中国政府的老百姓们 在网上占主角了 所以 因为中国人的无知 把网络变成了谣言啊 这个流氓欺骗的阵地 为了大家的利益 所以必须搞网络控制 你看你这一听啊 你这一听 是真是假 你谁能说出是真是假 复杂了 复杂了 事实是这样吗 这个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事实上是六百多万 说四百多万 海外港澳台华人 将近五千万 这五千万人 谁会这样说呀 谁能相信 这个这个 在网上天天去造谣去 没事干了呀 这就是 对中华民族最大的侮辱 所以啊 那天这个 大连审判的时候 那个网络控制 一开始的时候 还能看到我 太太 爹的 起愿的签止赫 为我的员工 还能看到我的 我们斯诺先生啊 小狗 结果 后来也没了 全是虎毛了 然后最近 这个大家看到了 北京环球时报 香港的媒体 就是被邀请了 四十多家的媒体去的 我都不知道哪四十多家 然后这个官方报纸 ZCTV 哗哗哗全来了 郭文贵 犯罪 所以说大家的感觉是 依法审郭 依法治活 依法治郭 就这么来了 网络上一片 就是郭文贵 就是犯罪分子 然后孟徽星的 啪也出来了 我估计 马天副部长的乱点也出来了 然后我所有的合伙人 这个 因为他们都投钱了嘛 都是全力以赴的 这个都在24小时 观察着我事情的动向 马上他们的律师都联络 哎 郭先生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回答不完了 我说我不想回答 这个 等到审完了 所有事情有了结束 我再回答 我感谢这次大连的 这次安排的 这个审判 因为 大家知道 这个审判最重要的 不管如何 对我的员工是个交代 你去想想 我和我太太 我儿子我女儿 在这的时候 在一个月以前 我太太和我女儿 还在国内呢 我们刚刚经历了欢聚之喜和欢聚之痛 那我的员工的家人呢 你去想想 我的员工谁不想欢聚啊 谁不想团聚啊 我不想为了我所谓的这个那个 让我的员工们不能团聚 我看到我的仨员工 是不是 一个独身的母亲 杨英 这个吕涛抓进去 老婆还正在怀着孕 现在孩子都两岁半了 这个到现在还没见过 我们谢洪林家里边老的老少的少 这个抓进去以后 孩子老婆几乎是崩溃状态 杨英你看头发都白了 吕涛的夫人头发都白了 吕涛的父亲心脏病 母亲心脏病 杨英的90岁老父亲在床上 卧床不起 随时可以没命 您去想想 这个我现在 我在这给你们说 推友们 我们要为了理想 我们这个员工不要了 你觉得郭文会还配给你们推友说话吗 还配吗 就这样这些五毛们还在这儿大肆的骂 大肆的骂 你们都不先作孽嘛 五毛们 你们有爹娘有老婆孩子 你们哪一天千万别这样啊 你们哪一天就轮到你们家里边 一定有一天轮到你们家上去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连的这个依法审判 文贵是绝对是双手双手赞成的 我现在先让员工把事情了结了 这是眼前重中之重 这是我起码讲的 不管你要搞革命 你还是要搞什么 郭七条 你不能拿我员工的家庭 不能拿我员工的这个自由 拿我员工的家人的健康和幸福 去做代价去 从我认为任何人你有理想可以 别拿别人的命去赌去 你别拿别人的钱给你闹革命去 你别拿别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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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去告革命去 这是我起码要做的 否则就不配了 那么另外一个大家看到了这个开庭啊 审理啊这个安排 这是据我昨天看到海外内外的所有的英文 中文媒体的报道当中 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啊 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除了沈江青是直播 再一个就是沈我们这个案子是直播了 我薄熙来那个严格讲不算直播啊 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 这个我认为这个真的现在新的管案子的领导人 有很强烈的发指观念和国际事业 而且据我们的律师所安排的 参与的人都是反应非常之正面超出他们想象 而且呢尽可能的尽可能的给家属们给律师们 得到人格的尊重 人性的待遇 这都是不容易的 另外一个呢 接下来啊 郭文贵叛国贼 哇塞 这五毛 郭文贵是叛国贼 中国就没有爱国的了 如果你要配说郭文贵是爱国贼 那你也算行了啊 这个五毛和七毛嘛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 所以说现在你看到啊 这个盗国贼们 没消停一会儿 没消停一会儿继续利用这个依法审判的机会 大肆地利用他手中的权力 绑架了国家的供权力 进行黑文贵 使劲儿的黑文贵 国内外国籍外媒体 这不像一个国家的行为 这也不像一个国家的胸怀 这个这是超出人们想象的 而且最近在这个加大了对我的骇客的攻击 加大了对我推特的攻击 加大了对我的谣言 加大了对我推特上推友们的这个分话 目的很简单 让推友们通过五毛七毛淹没推友 然后分化我的推友 然后让我闭嘴 还有一个加大黑客制造虚假现象 让我们这些推友们 内部出现反对的矛盾和声音造谣 可是说实话你五毛和七毛它几个人哪 你加一起你它几个人 大连的案子给了你们最好的答案 大连的案子一开始上去全是我们推友 最后是几百万 转播量现在最起码几个亿 几个亿 我的推特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的推特上现在多少现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这个一天的点击量十个亿 竟然五毛七毛站出来怀疑 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十个亿 那是电脑数据不是能编出来的 我们不是宣传出来的 就这样五毛推毛们你们去想想 就你你发那点文章 你能改变了这么多人民的意志吗 能改变不了 包括这个盗国贼人想你一切办法 你还对文贵进行造谣 你有什么作用呢 没意义的 那么接下来关于大连审判的事情 这还有一系列的开庭 我们还有几个 可能会我们跟在明镜 会连续做个好几集 就有关这个案情 我希望是做一集 就有关马建和我的关系 马建副部长 孟慧欣和我的关系 盘古公司的所谓的骗贷骗会 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向审的 什么非法拘禁我都不知道 这个所有的案子 等它判完以后 我都在那块做几集 谈谈我的看法 等案情审完完以后 我也会出示有关的证据 有关的证据 让大家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时呢 我也特别的 大家要提醒的 我们明镜第三期即将开播 即将开播 即将开播 会非常非常的 不一样 一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相信 推友们你们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大概在16号左右 大概在16号左右 哇 从7000直接调到5500 啥意思啊 又被黑客了呀 从16000能调到1万 从23000能调到16000 然后从7000调到5500 这完全是黑客 我们已经了解了 因为国内的这个VPN 他们这个 把一个区域给关掉 然后刷就给你下去了 然后用骇客来控制 那你能看 评价毛泽东 现在不是时候 现在不评价 嗯 等哪天啊 找时间了 我要评价一下 十六号 是的 是否改过期条 一定的 我会给大家一个答案的 谢谢深圳的推友们 谢谢深圳的推友们 有些五毛一定会出事的 这个 我不希望这个美国人抓我们的五毛 不管它是五毛七毛 那是我们同胞吧 但是美国政府 现在已经是 跟我谈过几次以后 他们都在核实 通过取证以后 他们很快 大家记住的话 他们会在美国会宣布 所有 在网络上 当五毛七毛的 这个 特别是我的事情 成了个标杆性的事件 他们会限制入境 限制入境 然后呢 在这个进入境的时候 查电脑 他们现在有一个电脑系统 马上就开始了 我现在 我这言不能说那么细啊 美国未来 就所有进这个电子产品 他们有一个检索系统 有几个检索系统 例如这个 对这种网络参与了网络 被他们所谓的叫做 榜样案件 也就是说 就是一个sample案件 你进攻过 执政过 他们执政的时候 你参与了对一些网络攻击 禁止入境 包括他们的这个联盟国 很可怕的 这个跟那个杨建立先生 他们正在搞的那个 马克罗斯法案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在中国虐待了人 你伤了人权 你就永远不能再去 来美国欧洲 这些文明国家 而你家人也不能来 还查封你的资产 然后五毛和七毛以后 就这种待遇 千万别傻乎乎干这种事去 是 是 是 唐博乔先生 这是一个恐怖分子 啥恐怖分子 这哥们的思想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唐博乔的思想 这些巨巨跟剪刀 每句话都带刀的这个人 我刚开始这个在网上 他支持我的时候 很多人说别理他 他多坏多坏 只要有人支持我 就有人说得多坏多坏 后来我发现唐博乔先生的水平 境界太高了 了不得很佩服很佩服 很佩服 郭宝胜先生讲的法治观念 我昨天我给宝胜先生发信息 我说你是难得的呀 有实战经验 在监狱待了好几年看守所 然后还被判过刑 还支持过人 还学过法律 这个不简单了 这个你看宝胜讲的没有虚话 不绕弯的一点都不绕 实话实说 唐博乔先生是完全是经验 我这人就是经验主义 执行主义者 我最讨厌的是坐那会说 说全都是说的 你干过啥呀啥都没干过 我永远在我公司我的员工 你看到在大人审判 在我们那撒员工了吗 那都聪明得很呐 聪明得很呐 那里头从一个市场部 直接就上来当老总来了 这么大像千亿企业他管着 就是执行能力强 你啥都不用跟他说 他很清楚 那谢宏林呢 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但是就是农民的孩子 干那么大事 杨鹰考上大学到我们之前到其他公司 都很优秀的 执行力强 你看那些唐博乔先生 郭宝胜先生 执行力强 我为什么喜欢看明镜的和平和陈小平节目 执行能力强 说话没废话 叨叨见血 叫你看了有用 看上去很简单 实际上有很深的故事 就像我文贵过去发这个推特一样 我就说了一句 共产党让这个养活14亿人民 我很多推手发信心 你能不能别说这话了文贵 你能不能别说了呀 后来我给大家说 那句话就是让大家引起争议的 引起争议才能说出话题 引起争议才能钓出我们要的鱼 引起争议才能看出到底谁是五毛 谁是七毛 就像那个姚庆的照片一样 这是不是 那你等到16号的时候我要亮几个身份 亮几个照片 大家心脏准备好了 千万别吓住了 到现在刘成杰冠军照片谁有 身份证谁有 在网上说话容易了 你拿出来一个试试 你拿出来一个试试 一个刘成杰的身份现在值多少钱 一个亿 你能拿到一个亿吗 现在全部被封 全部被烧 全部被销毁 你能拿出来吗 拿不出来吧 因为很简单 就在这可能这个 一个小时节目一句话 可能就是惊天动地 这就是媒体的力量 现在你敢说 你知道毛宝国总统 家里那块账号有1亿美元 世界被改变了 但是这句话可能就藏在千言万语之中 文贵 你看看我过去的推特 你们看看我过去所说的这个视频当中 有很多话我都是藏在里边了 我未来一解释给你们 包括今天我都是藏了话的 我未来希望大家用视频来验证 郭文贵曾经说过啥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只是让明白的人更明白 比如说大连视频 大连这个审案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马建副部长的是视频 孟茴京是已判决的案件 大连的我缘故讲的话全是视频 谁都改不了了 视频是不可更改的 这个视频谁也改不了 那就未来在我说话的时候就有最强烈的对比性 你文字的你可以改 你可以销毁 你能改得了吗 是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心了 给天意啊给了文贵最好的机会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报平安 还有十几秒我就不说了啊 我今天虽然是周末 还要开会 还要开会去 很多事情 哎呀我真喜欢推友啊 你们不知道我真实的感受 推友们 文贵现在对推友这种感受 和未来的希望 我才48岁啊 我在活个二三十年吧 还得活一万多天呢 我希望跟所有的推友们 在未来的这个时间啊 三年给我第一次考试评分 三年后咱再三年一考三年一考 然后我希望和你们一起 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 追回到要回我们的尊严 属于我们的安全 给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有的人 应有一个安全的未来 郭七条就是最好的啊 现在最能实现的可执行的啊 这是非常之重要的啊 这几天了这个大家的关心 我再次表示感谢 所有的推友们 千万千万记住 多陪陪家人 锻炼身体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千千万万不要做冲动的事儿 咱们的路还很长很长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切都会好的 给文贵一点时间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啊